菲律宾不敢空战失败 遇拿韩国战机与解放军一较高下 是装枪做事还是认真的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空战落败后菲律宾仍不死心 遇拿韩国战机与中国一较高下 今天我先说一个个人的猜测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南海局势大概类又将迎来 新一轮的升级 除了大家普遍已经知晓的 菲律宾又派遣了一艘海警主力舰 强闯我国仙兵礁 妄图扩大非法存在的规模外 还有两件事也同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第一件事情 前几天菲律宾空军的一架轻型运输机 非法闯入我国南海空域 被解放军的两架战机强势进行了驱离 而在空战落败后 菲律宾方面似乎仍不死心 依旧还在盘算着 要与解放军空军硬碰硬的想法 根据印媒欧亚时报的报道 事发后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 非法未来会讨论部署 FA50战机用来进行所谓的护航 菲律宾空军上校索托也称 FA50战机是菲律宾可以用来对抗中国空农力量的唯一手段 最搞笑的是 还有菲律宾军事分析人士米格尔米兰达告诉印美 菲律宾部署FA50战机摆出姿态后 能够对中国建立一些威慑力 那么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 FA50战机究竟有多厉害 能够让菲律宾人拥有弥知自信呢 其实 FA50战机的数据 性能 有效载荷等什么东西 我都觉得没必要提了 大家只需要知道 以下几个关键信息就足够了 其一 韩国自主研发的 其二 在十年前就被韩国投入实战部署 其三 韩国教练机的赶量型 其四 一款号称最高时速只有1.5马赫的轻型战机 所以 别说大家了 就连自信惯了的印度空军元帅都忍不住吐槽菲律宾 只是在装枪作势 那菲律宾人真是在装枪作势吗 还真不是 他们比谁都相信 拿韩国战机就可以与中国一较高下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情 就能明白 菲律宾是有多么认真 日前 美国之音报道 菲律宾为了提高备战状态 遏制中国的行为 将要在马尼拉约100公里的巴萨空军基地 建造一个最多可以容纳20架飞机的停机坪 据东南亚项目的研究员表示 这个基地的设备条件无法容纳其他战机 只能驻扎FA50战斗机 换而言之 菲律宾方面极有可能 会在未来加大向韩国采购FA50战斗机的力度 并网图在南海地区再与解放军战上几个回合 直白点说 我们也不用去讨论 菲律宾要拿这种战斗机与解放军一较高下 是不是以卵及时 单从菲律宾人的姿态和态度就可以预见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南海地区注定安静不下来了 总而言之 如今菲律宾在美国的缩始下 已经越发开始不计后果了 更重要的是 依托着菲律宾这个抓手 进入南海问题的外部势力也越来越多 再拖下去 整个南海局势只会越来越复杂 毕竟东盟中的很多成员国也不是老实的主 现在明面上不闹事 不代表将来不会平行而论 在南海问题上 我们确实也该快刀斩乱麻了 好 今天的论评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